怎么了,我们欺负你啊 没有,不是很容易你崩溃 被婆婆欺负到只能偷偷委屈哭的小媳妇 是给林志颖生下三个拿娃的老婆陈若仪 因为在录制节目当天,正巧赶上母亲节 陈若仪身为母亲的宝贝女儿自然也是小妈妈 可是她这天要面临的不单单伺候婆婆 还有婆婆身边一群爱挑刺的老姐妹 而陈若仪要闯的第一关 就是与婆婆这群老姐妹独自相处 因为婆婆拉上亲戚儿子林志颖去买菜 只留下儿媳妇在家伺候客人 可是身为客人被人家儿媳妇伺候的老姐妹 张嘴就嫌弃对方切的水果太大 接着又嘀咕人家拿杯子太磨叽 这群老姐妹数落了一番承诺以后 转头就笑脸夸赞自家的儿媳妇 我想在这男伺候的婆婆跟前 任性的张雨琪绝对不会灌着他们的嚼舌根 毕竟连丈夫都敢拿刀对峙 区区一个婆婆更不在话下 而在陈若仪这里却变成了婆婆和老姐妹 对她的批斗大会 只是才吃完饭的功夫 陈若仪就被婆婆指使擦窗户 林志颖刚向张嘴帮忙 想不到直接被老妈堵住嘴巴 路易 你要先吃凤 你还是先把窗户擦一擦 先把窗户擦一擦 那你那边擦好 那个厨房那边也要 要不要帮忙擦 帮你擦吧 你休息一下好了 难道自家儿子是宝贝 给他生下三个大胖孙子的儿媳妇 就不是宝贝大功臣吗 也正是在母亲打开电话时 陈若仪才会委屈到一直流眼泪 妈妈你觉得我做的还ok吗 做你的女人你觉得 你是天送来的礼物 今天我只有感恩的心 你知道你在妈妈先帮你分两个吧 你觉得我做的好吗 当然了 任性辛苦 到今天为止 你是个好妻子 好妈妈 好女儿 还像合格的女人吧 可是让人想不明白的是 为何陈若仪身为林家大功臣 为何却偏偏忍受着婆婆的欺负 或许再看到陈若仪嫁进林家 经历了那场长达四年的闯关游戏 就一切都心知肚明了 我觉得这十多年 一直会被舆论攻击 就是长得很丑啊 然后就是你凭什么嫁给他啊 你有什么才能啊 你抱牙 就是那种各种人生的攻击 万千穿心了 前脚被婆婆格外刁难 后脚又被亲亲丈夫林志颖一句话 露出嫁进林家的马脚 21岁那年 陈若仪还是个身材高挑 在娱乐圈混饭吃的小明星 她身上的星星点点 完全不及林志颖的1% 毕竟彼时的林志颖 在演绎和赛车圈双开花 身后跟着一群追爱的小姑娘 甚至女神林心如都在其中 可是想不到半路却杀出来 一个长得不怎么漂亮的陈若仪 因为她就是那副爆牙 毁了高挑身材的美丽 直到现在 陈若仪依旧难以逃过往年的阴影 我觉得这十多年 一直会被舆论攻击 就是长得很丑啊 然后就是你凭什么嫁给他啊 你有什么才能啊 你有你爆牙 就是就是那种各种人生的攻击 万千穿心了 况且在林志颖车展上 她被男神一见钟情 可是在这样帅男追求爆牙妹的故事情节上 外人压根就不相信 甚至是指着陈若仪的脑袋大骂狐狸精 因为外人都觉得陈若仪压根就配不上男神 并且认为她分明跑去车展勾引男神 况且林志颖只用一句话就在露出了马脚 然后我还有朋友也喜欢她 追了一下 追不到吗 没追到吗 你没追到那 我换我试试吧 你真正向她表达情感又隔了漫长的一年两年 半年啦 半年 半年对你来说是挺快的了 很快啊 一两部戏就过了 而陈若仪与男神恋爱后 得到的不单单只有外界的不看好 甚至还有婆婆的故意刁难 因为谁都想不到 陈若仪即便在生下大胖孙子后 婆婆也并没有着急娶儿媳妇进门 只是考察了足足四年时间 才啃许儿子给对方一个婚礼 当年在林志颖高调宣布产子后 却迟迟没有回应媳妇身份 并且也从未承认过媳妇就是陈若仪 大声告诉大家 我 当吧 很显然 在父子情深的世界中 似乎完全没有了亲生母亲陈若仪的身影 想必这背后少不了林志颖亲妈背后捣鬼 直到大儿子都已经四岁了 林志颖才得到母亲的啃许 把陈若仪正式娶进家门 我想这也是陈若仪在婆婆跟前卑躬屈膝的原因 甚至是在受到委屈时 也不敢与婆婆闹红脸的根本 但这样的卑微或许更能换来婆婆的嚣张罢了 田亮家女儿嚎啕大哭时 林志颖丝毫不哄 偏偏露出不屑眼神 为何身为父亲的她会如此的冷血 当年林志颖带着宝贝儿子参加爸爸去哪 其中还不缺乏田亮郭涛 王月伦一行爸爸带着自家孩子 每个孩子都是父母手心里的掌上明珠 可是在林志颖这里身为照顾田亮家女儿的她 却在小姑娘委屈到嚎啕大哭时 林志颖丝毫没有去哄 只是露出遭人骂的不屑眼神 直到七年后 林志颖冷血背后的原因 才被她亲妈给吐露出来 因为当年林妈妈受不了丈夫的冷漠 即便她怀孕了也丝毫不呵护 当只是为了幼小的林志颖 迟迟在坚持这一段没有任何感情的婚姻 直到林志颖读了小学开始懂事了 林妈妈丝毫没有怀恋正式提出离婚 并且连夜拉着行李直接离开了家 即便林志颖在身后拽着衣服不让走 她依旧是狠心离开 而在林志颖心里 小孩子的她完全不懂得父母离婚的概念 只是认为她被母亲抛弃了 父亲又整日忙工作 自那时林志颖就失去了父亲和母亲的宠爱 往后她似乎压根就对父母没有任何的感情可言 当看到田亮女儿哭着找爸爸时 或许她想到的就是当年哭着找妈妈的自己 完全不敢去回想 甚至是不敢去触碰到想爸爸的森蝶 这不单单让林志颖走不出来那段阴影 甚至是离妈妈都没法原谅自己 我想两个都需要被治愈的人拥抱在一起 才能互相抱团取暖 互相治愈吧 这也是当林志颖车祸后 陈若仪做起女强人照顾三个孩子的同时 还要安慰婆婆心情的伟大吧